注意看,眼前这个女人叫姜婉,就在昨天她穿越了,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黑胖村姑,且看她如何逆袭,抱得美难归。 姜婉在梦里抢了一个狂野而危险的兵哥哥,那是在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男人穿着军官制式的军大衣,有型有款看着就很帅气,她的五官俊秀,脸色苍白如纸,宽厚的唇紧抿成一条线拼命压抑着什么。 梦里的姜婉伸出肥嘟嘟的咸猪手扒开了她的大衣,因为动作粗鲁,扯坏了衬衫的几个扣子,露出古铜色精状的肌肉和标准的八块腹肌,姜婉感觉自己吞了口口水,下滑扯开皮带,白胖的小手鬼鬼祟祟的进去,似有感应般,男人的眸子猛然睁开,一双璀璨的心眸透射出无尽的寒意。 你是谁?姜婉吓得一哆嗦,咬了咬牙,翻身压上去,狠狠堵住了她的唇瓣,一通乱啃。 男人睁大眼睛,愤怒地瞪着她,额头的青筋凸显,却无法抗拒身体最原始的本能。 这一晚,在男人的羞怒中,梦中的姜婉得偿所愿。 梦醒了,睁开眼,入墓地是简简单单的水泥墙,头顶是一个破旧的乌丝灯泡,因为时间太久,灯泡已经烧黑了大半。 屋子里除了一大一小两张单人床,几乎一无所有,视线对面透过破旧的窗户看到外面不远处的红砖围墙,上面几个大大的标语,金兵强国。 这是哪儿?她怎么会在这里? 姜婉记得自己是网络的作者,原本要和相恋三年的男友结婚, 却在结婚前一晚看到她和闺蜜搞在了一起,接着就被男友和闺蜜联手丢下了阳台。 那可是十四楼啊,估计摔下去死得妥妥的,怎么一睁眼便到了这里。 想到这里,她感觉头疼欲裂,想要揉揉头,伸手却看到一只肥到看不见骨节的胖手,忽然脑子轰隆一声,无数的记忆碎片在脑海里炸开。 现在是1985年,原主也叫姜婉,是个坑蒙拐骗。 肩懒缠滑,样样俱全。 体重300左右的毒鬼,眼瞅着20多了,还没人要。 正犯愁时,在自家后山,捡了个受伤昏迷的兵哥哥,乔连成。 用从乔连成身上翻出的钱,换了一些退烧消炎药和给母猪发情用的药粉,喂给了她。 而后便发生了方才梦中的一幕。 第二天,乔连成黑着脸承诺会负责。 一个月后,果然回来和她领了结婚证,带她回了部队的军属大院。 到了这里才知道,她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原主死性不改,三两天找到了周围村子里的补偿。 短短三个月下来,不但输光了生活费,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为还债,她哄骗了乔连成的儿子平安,打算卖了还债。 肠子里的人认出这孩子是军区家属院的,没敢收。 两人回来后,平安就和乔连成狠狠告了一撞。 乔连成气得黑了脸,愤怒地盯着姜婉好半天,一拳砸在了玻璃上。 之后,攥着鲜血淋漓的拳头,平静地说了两个字。 离婚。 园主苦苦哀求,撒泼打滚不肯离。 剑桥连成铁了心,她一狠心撞了桌子。 于是,她走了。 姜婉来了。 你醒了? 她还来不及细想。 一道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抬眸便看到了梦里的那张脸。 她上身穿了一件魔旧的白色衬衫。 衬衫领口微长,演应着性感而突出的喉结。 喉结滚动下,那微妙的律动让她的身体莫名有些燥热。 下身一条墨绿色的鼻挺军裤,更是勾勒出了她细整的腰身。 是乔连成。 看够了吗? 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 既然醒了,把药喝了吧。 一碗黑乎乎的药汤端过来,送到了面前。 乔连成冷冷地看着她,一副药盯着她喝下去的意思。 将碗看了看那黑漆漆的药汤子。 接过来,一口气喝了干净。 命是自己的,她不会和自己过不去。 喝完放下碗,她还习惯地说了一句谢谢。 乔连成的谋底划过一抹诧异。 很快归于平静。 你好好休闲,我去给你打饭。 说着站起身,拿着空碗出去了。 将碗平复了一下口中的苦涩。 翻身坐起来,头还很疼,也很晕。 不知道几天才能好。 这时,不远处的窗户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那里原本有四块玻璃的,最下面一块已经裂了。 四周犹如蜘蛛网一般的裂痕,清晰可见。 但在这些裂痕的中间,是一个圆形的碎痕。 那分明是被人一拳砸上去造成的。 圆形碎痕的正中央,还有斑斑血迹。 这应该是之前乔连成得知原主所为后,一拳砸坏的玻璃。 儿子差点被卖。 若他是乔连成,肯定上去,先撕了对方再说。 可他不但没有动手,甚至一句脏话都没说。 他将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了窗户上。 很平静地提出离婚。 在原主自残后,他不但给找了医生,还亲手熬药。 这样的男人冷静,稳重,又有责任心。 好男人,这样的好男人不能耽误了人家。 等他回来,便商量离婚的事吧。 正想着,房门打开。 乔连成回来了。 他端着一碗土豆汤和两个二米面的窝头,放在了小桌上。 吃饭,简单平静地两个字,带着冷淡和疏离。 将碗看了窝头和汤一眼,皱了皱眉头。 端过来,低头可窝头。 这玩意是真难吃。 不管白面,还是玉米面。 磨得都不是那么咸。 里面还有一些没过滤出去的碎皮子。 吃得拉嗓子。 为了活下去,他也只能强忍着生吞。 实在下不去,就喝点汤顺顺。 乔连成坐在他的对面,厌恶地瞟了他一眼。 别开目光,故意不看他。 语调冰冷地说道,我们离婚吧。 将碗没想到他这个时候说这个。 其实就算他不提,他也是准备要提离婚的。 只是,这回刚咬了一大口的窝头下去。 即便是喝了汤,还是感觉噎得慌。 丑丑剩下不多的汤。 将碗决定多咬几口窝头。 没准就能噎下去了呢。 乔连成见他没吭声,以为他不乐意。 耐着性子压着厌恶继续道。 不管我们的夫妻之时,是因为什么。 我是男人,就要负责。 所以我打报告和你结婚。 与你结婚时,我是真诚的。 虽说我们没感情,但我愿意和你努力培养。 只是,你不该打平安的主意。 我可以容忍你的胖,你的好吃懒做。 但我不能容忍你的心术不正。 姜碗听到他的话,有些着急。 尽管知道他说的是原主。 只是,吃得多了都噎在嗓子眼。 这回就算喝水,也顺不下去了。 不一会便噎得姜碗摇头晃脑,直翻白眼。 顿了顿。 乔连成继续说道, 我会给你买回去的车票。 再给你50块钱和20斤粮票作为补偿。 说完见姜碗不吭声。 转头。 乔见他摇头晃脑,跟犯了神经病似的。 乔连成微微醋没道。 姜碗。 聚众赌博是违法的。 也是要判刑的。 如果你不同意。 我只能将情况如实上榜。 到时,我们依然会被批准离婚。 但你也要坐牢了。 姜碗这回,已经听不清楚他说什么了。 他噎得难受。 感觉自己要被噎死了。 急忙爬下床。 一手摸着胸口,一手伸向了乔连成。 因为噎得难受。 脸色通红,满脸争鸣。 救!救! 姜碗是希望乔连成帮帮自己。 只是,他这一手摸胸口,一手伸向乔连成的动作, 太让人浮想联翩了。 乔连成黑着脸到姜碗同志。 请你自重。 姜碗顾不了内险。 他不想刚活过来,又要死。 如今能帮他的,就只有乔连成。 于是闪身拦在了乔连成的面前,拼命地拍自己的胸口。 问题是,姜碗太胖了,胖到了胸和胸都分不清的地步。 因此,这个动作看在乔连成的眼里,就是姜碗在诱惑自己。 乔连成脸色铁青,额头的青筋都要跳起来。 他想到了那一晚,自己被下药的情景。 这一次心愁旧恨一起来了。 姜碗,他咬着牙根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 是离婚,还是离婚又坐牢。 你自己冷静冷静。 他站起身,决然地往外走。 姜碗见状极了。 别说他走了,自己得被噎死。 就算去报案这一项,他也受不了。 现在是八十年代初。 国家对赌博的打击力度是很强的,带头开赌场的人要是被逮着了。 直接枪毙。 就算是参与的人,也是要劳动改造的。 焦急之下,姜碗也顾不得别的。 几步冲到门边一把抱住了乔连成。 因为用力过猛。 加上自己体重有点不平衡。 这一下,直接将乔连成推倒在地,压在了身下。 不过也正是因为摔的这一下,噎在喉咙里的那点东西震荡之下卡了出去。 噗,刚好喷了下面的乔连成一脸。 姜碗愣住了,乔连成也愣住了。 几秒钟后,姜碗很认真的看着乔连成道。 你不用说了,我离。 你那五十块钱也不用补偿我了。 给我买张车票就行。 乔连成抹了八脸,清黑着脸冷到。 你说到做到吗? 姜碗点头对。 我说到做到,你现在就去打报告。 我们离婚。 谁不离,谁是小狗。 乔连成咬着牙,从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 行,现在你先从我身上下去。 自己多重不知道吗? 三百来斤鸭身上啊? 骨头都要断了。 姜碗恍然,急忙手忙脚乱地爬起来。 乔连成缓了好一会才爬起来。 他揉着自己的胸口,冷冷地道。 报告批下来,还得几天。 我会尽快的。 这几天,你先住在这里。 吃的饭菜,我会给你送过来的。 姜碗不客气地汗手放心。 我说到做到,等你去离婚。 乔连成冷着脸开门出去了。 门外的长廊边,一个娇俏的女子正等在那里。 他穿着一条纯白色的连衣裙,腰中系着一条淡蓝色的腰带。 乌黑的长发编成了两条长长的辫子搭在胸前。 见乔连成出来,女子急忙迎了上来。 乔大哥,怎么样? 你按照我教的说了吗? 他可答应了。 乔连成看了他一眼,感觉两人站得比较近。 急忙后退了几步。 拉开距离后,一本正经又很严肃地倒。 他同意离婚了。 我现在就去打报告。 女子文言一脸欣喜。 不知道想到什么。 小脸红扑扑的。 乔大哥,他好了。 你终于自由了。 说着,他情不自禁地向前迈了一步。 似乎想要和对方更近一些。 乔连成健壮,又后退了一步。 很认真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和你哥哥。 报告批下来,还需要几天。 他要暂时留在这里。 为了保护平安。 这几天,平安暂时留在你家行吗? 女子是教导员江城的亲妹妹江雪。 平安似乎很喜欢她。 没事就会在江家腻着。 乔连成怕江婉死性不改。 再惦记着要将孩子给卖了。 只好让江家兄妹帮忙照顾下。 平安并不是乔连成亲生。 平安的父亲是为了救乔连成和江城牺牲的。 因为父母双亡,也找不到家人。 乔连成收养了她。 江城对她也很伤心。 当亲儿子一般的照顾。 因此,平安在江雪那里,她是很放心的。 圆主撞头时是真狠。 即便这么多天过去, 姜婉还感觉头疼欲裂,晕头转向。 加上药力作用,很快便睡着了。 晚饭是乔连成派人送来的。 饭和李氏炖白菜和两个窝头。 姜婉闻到淡淡的香气。 肚子早就饿得咕噜噜叫了。 忍不住爬起来想要吃。 只是,送饭的人没给拿筷子。 姜婉忍着剧烈的不适。 在屋子里也没找到筷子和勺子。 看了看她诱人的饭菜。 最终还是下了手。 吃到一半。 乔连成手里拿着一本信纸开门进来。 看到姜婉的吃相。 乔连成抹了抹。 微不可查地蹴了蹴眉。 这回的姜婉形象实在不咋地。 披头散发地盘坐着。 手里还抓着一把白菜。 满嘴都是油汤。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姜婉有些心塞。 看来她和乔连成注定没缘分的。 这才醒来一天。 她所有的狼狈样子都被她看到了。 丢脸啊。 那个,能给个筷子布? 我没找到。 尽管心塞的不行, 她也得厚着脸皮开口。 乔连成抹了抹。 走到了小桌子旁边。 从桌板下面抹了抹。 摸出来一双筷子。 好神奇啊。 姜婉赞叹了一句。 接过筷子继续吃。 乔连成没再看她。 走到了小桌子旁边将信纸放好。 拿出笔扎着马布开始写字。 姜婉吃完饭。 姜婉和筷子放在了小桌子的一个地方。 四处瞧了瞧也没有找到擦嘴的东西。 抬头看到不远处的墙上挂着两条毛巾。 一条灰不拉几的脏。 一条雪白如星。 脏的那条是她的。 白的是乔连成的。 姜婉皱了皱眉头。 伸手扯下白的擦了手和嘴。 姜婉转头回来时, 顺便瞟了一眼信纸的内容。 咦? 离婚申请才开始写啊。 乔连成的字很好看。 龙飞凤舞的特别有气势。 听到姜婉的话, 乔连成抬眸看了她一眼里认字。 姜婉笑了多新鲜啊。 我又不是旧社会的人。 这年头年轻人哪个不认字啊? 说完, 猛然想到原主就上了小学一年级。 之后因为生病回家便再没有上学。 所以, 原主不认字。 她和乔连成结婚的时候都没有签名。 只是按了手印的。 想到这里, 她急忙改口, 当然。 我认识的字不多。 你这几个字好记。 李花哨? 所以我认识。 乔连成没理睬。 低头继续认真写报告。 姜婉想到她白天说要将实情如实上告的事。 她担忧她会告状。 右偷摸摸地凑过来偷看。 幸好, 她没说她赌博的事。 只说, 因为性格不合离婚。 姜婉想了想轻叹到我建议你, 还是不要这么写。 乔连成看向她, 眼底带着询问的神色。 姜婉道, 我是为了你好。 我听说, 军婚很难离的。 还要审查。 乔连成恩了一声, 婚姻不是二系。 除非特别原因, 否则不会予许离婚的。 尤其你这样, 没有工作, 也没有土地和收入来源的人, 就更加不会轻易批准了。 姜婉笑了你到时尚。 你说性格不合, 估计不会批准。 不如说我讨厌你的儿子, 不能和孩子和平相处。 乔连成诧异地看向她这样对你名声不好。 姜婉感叹, 这男人真好, 都这时候居然还会为别人考虑。 她摇头道, 无妨。 我哪里还有什么名声啊? 写吧, 只要你不写我聚众赌博, 就算是对我手下留情了。 乔连成有些诧异地看着她, 忽然发现, 这女人今天和以往有些不同。 哪里不同又说不清, 甩了甩思绪, 她继续低头写信。 不管她哪里不同了, 光凭着她要卖掉平安这一件事, 她便不会原谅她。 所以, 婚必须离, 她吸取了姜婉的意见, 重写了一封, 这一次姜婉没再说什么。 晚上, 乔连成就睡在了那张小床上, 一米八的个子蜷缩在一米五的小床上, 看着特别憋屈, 两人也没再交流。 次日, 姜婉是被外面的起床号给吵醒的, 刚坐起来便头晕得不行, 只能再次躺倒。 乔连成端着早餐进来时, 姜婉正在看着窗外的红砖墙发呆。 早餐是一碗西粥和两个白菜线的窝头, 吃了两次, 对那种拉嗓子的感觉有些适应了。 乔连成送完早餐便走了, 全程没说话, 仿佛两人就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中午, 乔连成没来, 进来的是一个穿着雪白连衣裙, 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姜婉。 姜婉进门, 一眼瞧见了躺在床上的姜婉, 那双秀气的眸子里划过了一抹鄙夷与厌恶, 但说出来的话却是温温柔柔的。 姜婉, 你的饭, 乔哥哥这会有点是脱不开身, 我便顺路给带回来了。 说着, 他将饭盒放在了桌子上, 他这话和这语气, 仿佛他和乔连成才是一家子。 姜婉不过是个外人, 姜婉没空计较, 他早就饿得不行了, 爬起来打开饭盒, 发现里面只有一个窝头, 要是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了。 姜婉看似询问的话, 人却已经朝着门口走了。 等等, 姜婉出声叫住他, 姜婉转头看向他, 眸底划过了一抹不耐烦, 却还是轻轻柔柔地问, 有事吗? 姜婉指了指那个窝头就这, 姜婉一脸无辜你是嫌弃难以下咽吗? 难不成你在家里吃得比这好? 哦, 对了, 我差点忘记了, 你能吃成这副样子, 肯定家里吃的都是山珍海味了, 说完还不忘嚣张地上下打量姜婉一拳, 眼底是丝毫不加掩饰的嘲讽与鄙夷, 很遗憾啊, 乔哥哥就是个普通的军官, 每月工资真的养不起你, 这一点, 你就将就着吃吧, 姜婉笑了, 你少在哪阴阳怪气, 就算吃窝头, 好歹还有个菜汤子的, 就算没有菜汤, 给我倒杯水总行吧, 姜婉正要说话, 推门进来, 一个黑瘦的男孩, 护独自般挡在了两人中间, 对着姜婉怒吼, 坏女人, 你别想欺负雪阿姨, 是平安, 这孩子前几天虽然不喜欢她, 但对她也没有恶言相向, 如今看向她的眼神里, 是满满的愤怒和厌恶, 姜婉有些无奈, 想想圆主做的恶心事, 她还真怨不起孩子来, 这时, 姜雪将平安扯了过去, 安抚道, 平安别理她, 震人往毫里说是长得附态, 往坏里说就是一滩肥肉, 还是滋滋冒油耗油都耗不出来的囊囊肉, 何必和她一般见识, 姜婉怒了, 她轻描淡写地故意上下看了她一圈, 凉凉地道, 你好, 你长得挺艺术, 还是毕加索画风, 姜雪皱眉毕加索, 什么意思, 姜婉呵呵轻笑着回答, 毕加索呀, 她是个画家, 很有名气的, 但是呢, 她的画很立体, 只不过, 画出来的画立体还可以, 可这人要是长成了这样, 就相当于你的脸被车压扁了, 然后在东拼西错拼起来的一样, 虽然鼻子眼睛嘴都在, 就是看着小气巴巴的, 和隔了三个月皱皱巴巴的苹果差不多, 姜雪愣了愣, 终于明白姜婉是在嘲讽她没长开, 姜雪是单眼皮, 脸蛋小巧而秀气, 妥妥的小家碧玉行, 不说不想, 被姜婉这么一说, 还真有点酷似皱皱巴巴的苹果, 她气急你骂我, 姜婉吃笑出声, 依然语气凉凉而优雅地道, 我只骂人, 所以不骂你, 看在都在一个院子里住的份上, 我好心提醒你不是骂人丑, 就可以掩盖得了自己的丑, 姜雪气得脸都黑了你, 你说谁丑呢, 你, 她正要怒骂, 房门打开, 乔连城进来, 看到姜雪有些惊讶, 姜雪, 你怎么在这里, 姜雪委屈地回答, 乔哥哥, 我回来时碰到小气给他送饭, 我刚好要上来, 便给带上来了, 可, 我好心给他送饭, 他居然骂我, 姜雪皱眉看向姜婉, 姜婉指了指饭盒, 我问他没有汤吗, 就算没有汤给倒杯谁也行啊, 可他出言不逊, 还攻击我是一滩肥肉, 姜雪红了眼眶, 委屈地低喊乔哥哥, 我没有, 炖了炖姜雪, 还是解释了一句, 刚才上来的时候不小心滑倒, 菜汤洒了, 姜婉吃笑滑倒, 你衣服怎么都没脏啊, 我看你是故意倒了吧, 不给我吃倒是没什么, 可你随便倒掉, 那就是故意浪费粮食啊, 乔连城给了姜婉一个冰冷的眼神, 示意他闭嘴, 又转头对姜雪声音温和地道, 你带着平安回去吧, 这里的事, 你别管, 姜雪委屈地答应了一声, 吹着毛子牵着平安的手离开, 房门关闭时, 门外响起了平安的声音, 雪阿姨, 你别怕, 平安保护你, 不会让那个肥娘们伤害你的, 听到肥娘们三个字时, 乔连城的眉头微微促起, 似有不满, 这时, 传来姜雪温柔地回答, 平安好乖, 我最喜欢平安了, 声音远去, 姜婉吃笑了一声, 还是拿起来那个窝头开吃, 乔连城拿着暖壶出去了, 回来时倒了一杯水, 放在桌子上, 声音平静地道, 暖壶我放在床边了, 抱歉, 这几天是多忘记, 给你倒水了, 离婚报告, 我已经交上去了, 这两天就能批下来, 你先安心养伤, 即便我们离婚手续办好了, 你也可以养好了, 伤再离开, 说完不等姜婉回答, 转身出去了, 接触的时间越长, 姜婉越是感觉, 乔连城是个好男人, 可惜, 不是他的菜, 离婚报告很快有了结果, 但最先告诉他结果的, 不是乔连城, 而是教导员姜成, 姜成来的时候, 姜婉为了减肥, 正躺在床上活动双腿和腰部, 姜婉同志, 你和乔连城的离婚报告没批, 姜婉有些意外, 他撑着身体坐起来, 晕晕乎乎地看向姜成, 为啥呀, 我很讨厌那个孩子的, 为了离婚, 他不惜为自己抹黑, 姜成到组织上考虑, 你们结婚只有三个月, 之前也不熟悉, 肯定缺乏了解, 两个人能走在一起不容易, 所以还是互相珍惜, 多了解了解得好, 平安这孩子还不错, 很懂事的, 你可以用心感觉一下, 姜婉笑了, 姜教导员, 虽然今天是我俩第一次见面, 我不信你不知道我干的事, 你今天来劝我别离婚, 你妹子知道不, 姜成有些尴尬, 姜学喜欢乔连城, 整个大院的人都知道, 至于姜婉干的事, 他也是知晓的, 只是, 他也是没办法才来的, 姜成默了默, 继续到直说了吧, 组织上认为, 你们婚姻时间太短, 对彼此的了解和沟通, 还不够, 所以, 想要给你们机会, 再相处看看, 这样吧, 你先别走, 再等七个月, 要是你们依然不改变主意, 上面肯定会批了申请吧, 如何, 姜婉默了默, 老实说, 他现在的情况, 也的确不适合离开, 前两年, 国家把土地城包到个人, 园主的体重三百来斤, 弯腰都费劲, 要他种地, 简直就是折磨, 于是便将自己分道的地, 给了弟弟, 姜婉前生, 也是城里姑娘, 除了阳台的菜盆子外, 就没鼓到过土, 他也不想回去,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从土里扒拉时, 再说, 作为一个穿越人士, 若是不闯出一番事业, 搞几个小目标出来, 都对不起自己的经历, 莫不如趁着这七个月, 做个缓冲期, 想法子赚点钱, 离婚后好自立, 想到这里, 他爽快的汗手好, 我同意, 只是, 乔连城那边, 江城白手他那边, 我去做思想工作, 留下归留下, 希望你收连点, 不该做的, 不要做, 不然下次就不是离婚了, 我会亲自报警, 把你送进监狱, 江婉懂他的意思, 很爽快地承诺你放心, 我不会再赌, 这是实话, 他江婉从来不碰违法的事, 只是, 这话听到江城的耳朵里, 压根没当回事, 一个赌徒和你说, 不会再赌, 基本和用臀部出气没差别, 晚上乔连城回来时, 脸色黑得要命, 估计是江城和他说了什么, 江婉饭放在了桌子上, 他默了默警告道, 七个月, 你给我消停点, 我不管你去哪里, 做什么, 但是, 你休想动一点点伤害平安的事, 不然我亲手绑了, 你送派出所, 江婉不在意的笑笑知道了, 放心, 我不会再赌, 乔连城没坑声, 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 但江婉却有话说, 七个月留在这里可以, 我有三个条件, 乔连城拧了拧眉头, 总感觉话锋不太对说, 江婉到一, 我要自己做饭, 食堂的饭菜, 我吃不惯, 乔连城有些诧异, 这女人从来到这里三个月, 一字厨房没下过, 别的家属都是自己开火做饭, 可江婉不肯, 说什么不会做, 如今怎么会, 他想了想到外面有大噪, 你可以自己做饭, 我会买些米面和菜送回来的, 给钱是不可能给的, 他留下他七个月, 不是让他再拿他的钱给赌场, 江婉没纠结, 信任也是一步步来, 不可能一蹴而就, 他竖起手指说道第二个条件, 你不能限制我的自由, 我要自由出入, 乔连城以为他又要去赌场, 谋底划过了一抹讥讽, 随你, 你又不是坐牢, 我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只是, 家属院有自己的规矩, 晚上十点之前, 你必须回来, 江婉爽快地答应, 没问题, 规矩我肯定会遵守的, 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乔连城继续问, 江婉摇头暂时没有了, 想到再说, 乔连城不再多说, 上了小床睡觉, 江婉这回想到了, 平安我暂时不走了, 平安是不是要接回来, 乔连城皱了皱眉头, 声音冰冷地道, 暂时不必, 平安的事你不用管, 江婉嗷了一声, 犹豫了一下道, 我说这话, 你不会信, 不过, 我还是多嘴一句, 那个江婉不是好人, 他教平安骂人, 乔连城的眸子, 在黑暗中晃了晃, 这一点他也发现了, 孩子还小, 怎么能教骂人, 百天得教育教育平安, 不过这些话不能对江婉说, 他淡默地恩了一声, 便不再出声,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屋子里, 正爆发了一场大战, 哥, 你是不是有病啊, 那个女人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吗, 她就是个赌徒, 她好不容易同意离婚了, 居然不让离婚了, 江雪要气疯了, 她可是好不容易给乔连城出主意, 搅合了这桩婚似的, 怎么能被自己亲哥哥给破坏了, 江城瞪了妹妹一眼, 低头对平安说, 平安, 去隔壁和李奶奶玩一会好不好, 平安点头, 开门出去了, 江城见她进入了李奶奶的家, 她才关了门回来, 神色不悦地对江雪道, 刚才孩子在, 你乱说什么, 江雪气鼓鼓地瞪眼, 你少转一话题, 我问你, 你到底为什么要那样做, 江城冷哼, 我怎么做是我的事, 这是组织的意思, 又不是我个人的意思, 江雪交集地道, 那你不能和上面解释吗, 那个女人不是好东西啊, 不能留, 江城没回答, 却神色冰冷, 而严厉地看向了江雪, 江雪, 我看你是想要拆散了他们, 你好嫁给乔连城吧, 被说中了心思, 江雪脸色爆红, 我, 我才没有, 江城醋了醋眉, 耐着性子, 倒别说我没提醒你, 爸妈不会答应你嫁给乔连城的, 能让你来这里, 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 要是知道, 你嫁给一个二婚的男人, 他们能把户口本里, 你那叶, 直接扯出来烧掉, 你信不信, 江雪身体微颤, 说不出话了, 哥哥说的没错, 父母能允许他来部队陪着哥哥, 已经是开了大恩, 若是乔连城还没结婚, 他的条件想要娶他, 都是有些勉强的, 如今他不但结婚, 还有一个几岁的孩子, 不管这孩子是什么来年, 父母都不会同意的, 因为江家在燕京的军区大院里,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他们丢不起这个人, 见妹妹哑活, 江城有些心疼地继续道, 你要是真喜欢乔连城, 就该为他考虑, 他是农村孩子, 一路打拼到现在不容易, 刚结婚三个月就离婚, 对他是有影响的, 总之, 这事就这么定了, 你趁早收起你的花花心思, 别再作妖, 不然我立马给你打包塞回家去, 江雪撇了撇嘴, 红着眼眶不吭声了, 但是垂落的眸子里, 却是对江婉那个熊娘们, 无尽地恨你, 四日早上, 乔连城送来早饭时, 江婉感觉头没那么难受了, 正在屋子里溜达, 好了, 乔连城有些诧异地问, 江婉恩了一声, 没那么难受了, 今天我打算出去溜溜, 乔连城默了默, 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你好的还真是时候, 江婉身体一僵, 想想好像有点心虚, 要离婚时头晕得不行, 如今听说不离婚了, 就一下子都好了, 再配合原主的人品和形式作风, 也难怪乔连城会误会了, 轻咳了一声, 江婉有些尴尬地问, 做饭的东西今天能弄回来吗? 乔连城听说他真的要做饭, 尽管抱持怀疑态度, 但还是答应了一声, 晚上我给你带回来, 江婉开心地答应了一声, 顺便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乔连城乔见了, 微微错了错眉头, 貌似这女人答从来了, 嚣张过, 无赖过也歇斯底里过, 却唯独没有笑过, 尽管脸上全是肉, 但他的眼睛很大, 笑起来还是比较好看的, 上午十点多, 微风轻浮, 阳光明媚时, 江婉终于走出闷了几天的家, 刚出家门, 外面明媚的阳光, 晃得他有些睁不开眼, 他本能地捂住眼睛, 耳边传来了一道道惊呼声, 啊, 是乔营长媳妇出来了, 快跑, 妈妈, 儿子快走, 那个熊娘们出来了, 噼里啪啦, 哐当, 一连串嘈杂的声音传来, 江婉这回适应了阳光, 放下手再看, 外面的院子里, 一个人都没有了, 只有两个没来得及拿走的板凳, 歪倒在地, 远主是个超级讨人闲的家伙, 刚来那个月, 他用各种借口和人借钱, 然后拿出去赌, 被借钱的人讨债无果, 只能去找乔营长药, 远主来的第二个月, 乔连城刚发工资便拿去还债了, 还完债一分不剩, 那天, 乔连城在家属院里贴了一张大字报, 写着谁也不许借钱给乔营长媳妇, 江婉借不到钱便到处借东西, 今天借一把铁锹, 明天借一把菜刀的, 借来的东西也都拿出去赌了, 最后甚至连三岁孩子手里拿着的大白兔奶糖都要骗走, 不给干脆就抢, 乔连城得之后, 无奈将院子里大字报改成了 请不要借给乔营长媳妇任何东西, 哪怕是一粒米, 一口水, 从此, 江婉成了整个家属大院的万人贤, 众人都避之为恐不及, 下了楼, 江婉看着那两个歪倒的凳子, 哭笑不得, 他顿了顿, 弯腰将那两个板凳拿起来放在一边, 免得挡了路, 站起身刚要走, 忽然, 华, 坏女人, 一盆脏水从天而降, 不过准头有点差, 只有一部分, 见到了他的腿, 抬头, 乔剑栏杆后面一个小脑袋, 搜的一下缩回去, 小崽子的速度太快, 江婉没看清楚, 直觉应该是乔连城的儿子乔平安, 他看了看半师的裤腿, 哭笑不得, 罢了, 园主干的那些蠢事, 不怪被人如此嫌弃, 这让他想怒都目不起来, 裤子不能穿了, 他只能折回来换裤子, 再出来时, 院子里依然一个人都没有, 到处转了转, 瞧见了乔连城说的灶台, 家属院是二层楼, 不过都是单排房子, 窗户朝着北方, 白天屋子里的阳光不足, 房间门对着的是走廊, 和半大高的栏杆, 院子倒是很大, 左边是水房, 右边是灶台, 灶台有八个, 彼此之间有一米左右的距离, 灶台之间有架子, 上面放了很多的碗筷和调料, 姜婉绕着灶台转了转, 发现每个似乎都有人用, 他要用哪一个, 乔连城的动作很快, 中午便拿回来十斤的玉米面, 还有一些巴掌长的青菜, 姜婉看着欣喜不已, 终于不用再吃食堂的那些东西了, 外面的大灶我要用哪一个, 保险起见, 姜婉特别问了一句, 乔连城顺口回答都是不对的, 你要用哪个都行, 姜婉开心地邀请晚上回来吃吧, 我给你做, 乔连城有些意外今晚就开始做嘛, 姜婉痛快地答应了一声, 开始琢磨晚上要做什么了, 只有玉米面, 也的确不好做, 犹豫再三决定贴饼子吧, 他想得很美好, 真正做的时候才发现不行, 贴饼子起码要有油, 他除了水, 锅和面, 啥也没有, 连盐巴都没有的, 姜婉重重叹息了一声, 再次在心里咒骂贼老天, 把我搞来这里给个金手指啊, 屁都没有, 还开局一手烂牌, 这不是成心坑人, 骂归骂, 还是要任命的干活, 先点火吧, 这个好说, 他虽然没在农村待过, 但为了写特别去接受过野外生存的训练, 起码知道如何生活, 即便是这样, 他也折腾了半个小时才把火升起来, 烟熏火辽倒得满脸黑, 三百斤的体重, 蹲着点火半小时已经是极限了, 火烧起来时脚抹了, 扶着灶台爬起来, 赶紧去接水刷锅, 手忙脚乱地换了清水, 带上锅盖, 才狠狠松了口气, 贴饼子是别想了, 只能做一锅护护, 好歹对付着吃吧, 实在太累了, 此刻姜婉的双腿, 肉眼可见地突突起来, 最后实在坚持不住地,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 不远处的二楼走廊上, 一袭纯白的连衣裙闪现, 身边牵着一个五岁的男孩, 江雪出来一眼, 便瞧见了灶台边的姜婉, 她眸子晃了晃, 眼底浮现出一抹恶毒, 快得一傻而逝, 平安, 阿姨想起, 有点事要做, 你能不能先回去屋子里等等我, 她弯腰很温柔地问平安, 平安很乖巧地点头, 转身回去屋子里等着了, 江雪却直接拐弯, 去了一楼把头的一家, 这里是陈参谋长的家, 陈家嫂子, 是个性格很波辣的东北人, 见江雪来了, 有些意外哟, 雪妹子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串门子了, 那个小跟屁虫平安呢, 平安和陈参谋长的小儿子打过架, 那小子不是平安的对手, 被平安揍得哭爹喊娘, 所以陈嫂有点不太稀罕平安, 江雪笑眯眯地道, 陈嫂子, 我是路过, 见乔营长的那个熊娘们, 在用你家灶台呢, 好奇就过来问问, 你们啥时候关系那么好了, 江婉是整个家属院的毒虫, 众人谈之色变, 避之唯恐不及, 所以谁也不搭理她, 陈嫂皱眉灶台, 哦, 我和她可没关系, 再说, 那灶台是公价的, 又不是我个人的, 谁爱用谁用呗, 尽管嘴上这么说, 陈嫂已经准备, 今后再也不用那个灶台了, 江雪淡漠地哦了一声, 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这样啊, 我好像看到, 她动了你家的盐瓶子, 她该不会想要偷你家盐去赌吧, 陈嫂脸色一白, 虽说盐不值钱, 可也是花钱买的呀, 她脾气火爆, 江雪一句话点燃了她的怒火, 二话不说, 站起身气冲冲地开门出去了, 见成功点火, 江雪笑眯眯地从屋子里出来, 转身回了楼上, 仿佛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大灶烧水就是快, 这一会便开锅了, 江婉抓了一把玉米面, 撒进锅里, 这时候才记起来她没有勺子, 眼看着玉米面沉底, 江婉急得抓耳挠腮, 四处看了看, 桥间不远处, 地上有一根树枝, 索性挤不过去, 抓起来树枝扒皮, 把一头弯折了几下, 丢到锅里当勺子搅合, 这边刚解决了糊锅的问题, 陈嫂便到了, 她的速度很快, 一溜小跑到了镜前, 先去看自己的盐罐子, 果然, 盐罐子的位置动了, 陈嫂怒了, 转头朝着江婉, 就是一个耳光, 陈嫂一边山海, 一边喊臭娘们, 你敢偷我家言, 她此刻距离江婉很近, 两人不到一米远, 这一巴掌甩过来, 江婉本能地拿着手里的树枝去拦, 啪, 嗖, 陈嫂的手打在了江婉的手臂上, 江婉手里的树枝, 也刚好抽在了陈嫂的脸上, 陈嫂愣了愣, 江婉从锅里拿出来, 上面裹着一些玉米面糊糊, 温度也挺高, 这一下直接抽脸上, 立马感觉到刺痛, 啊, 陈嫂无脸, 第一个反应是完了, 毁容了, 随即暴怒, 臭娘们, 你敢毁我容, 老娘撕了你, 她嗷嗷叫着往前冲, 伸手就来抓江婉的头发, 女人打架的惯用招数, 就是抓头发, 踹肚子, 用手抓, 江婉太胖, 身体不灵活, 也避不开, 她本能地抡起了手里的树枝抽打, 树枝上还沾了不少水和糊糊, 都甩在了陈嫂脸上, 陈嫂是东北女人, 最不惧怕的, 就是打架了, 渐进不了身硬咬着牙, 还抽了几下, 冲过去, 到底薅婉的头发, 江婉也不是好脾气的, 有时候疯起来, 自己都害怕, 再说, 这回不打也不行啊, 两人很快纠缠在了一起, 你好我头发, 我戳你鼻孔, 你来我往的好不热闹, 但是, 在打架的间隙, 江婉眼角的余光, 瞟见不远处的二楼走廊上, 一袭纯白衣裙的女人, 正倚着栏杆, 往这边看着, 那张原本清秀而优雅的脸蛋, 却配上了一双阴毒的毛子, 唇角更是勾着幸灾乐祸的效应, 是江雪, 当江婉想要再看清楚的时候, 因为分神, 脑袋被陈嫂打了一巴掌, 江婉只能回神专心应战, 等她再抽空看过去时, 那里已经没了江雪的影子, 乔连城是被人叫过来的, 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陈参谋, 两人看着被打得满脸花的自己媳妇, 一阵无语, 怎么回事, 陈参谋率先问道, 陈嫂怒气冲冲的低吼, 这个臭娘们偷我们加盐, 陈参谋怒了不就是一点盐, 至于打一架, 陈嫂反驳她压根没问过我, 不问就拿那是偷, 别人都偷我东西了, 我凭啥不能动手, 陈参谋被噎得哑口无言, 乔连城看向了江婉, 你偷了, 这三个字尽管是质问, 但让江婉心情大好, 因为她没有直接问她为什么偷, 或者不问缘由便怒斥责备, 而是先问她是不是偷了, 这说明她是不太相信这种指控的, 心情好, 江婉便解释了一句我没偷, 我做饭的时候瞧见她的盐罐子倒了, 我就帮着扶起来, 然后便再没动过, 陈嫂怒斥你胡说, 你是整个大院里最坏的女人, 三岁孩子的糖你都抢, 你还能做好事, 江婉吃笑你说我偷你盐了, 我问你, 你亲眼看见了, 陈嫂皱眉没有, 有人亲眼见到了呢, 江婉冷笑道, 有人, 是谁, 你让她出来指正, 陈嫂愣着, 那句江婉在嘴里打了几个滚, 却终究没说出来, 东北人, 讲义气, 江婉好心来告诉她的, 她怎么能出卖人家, 她哽着脖子道, 反正有人, 你别管是谁, 江婉猜到了几分, 冷冷地道, 什么有人, 我看是江婉吧, 陈嫂宁眉, 没承认也没否认, 但是这个答案在场的人都明白了, 江婉继续道江雪的心思, 大院里的人谁不知道, 她的话你也信, 陈嫂怒道不信她, 我难道要信你吗, 呃, 这貌似也有点道理, 主要是在这大院里, 圆主人品比江雪还差, 甚至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江婉轻叹道, 总之, 我没偷你的盐, 我的粥也做好了, 你尝尝, 里面可有一点盐味, 我要是真想, 偷就先偷个勺子, 也不用拿个树枝当勺子搅合锅呀, 再说, 你看看, 你也少了吗, 你要是还不信, 从我身上找找, 看我身上除了出的汗外, 还哪里有盐味的, 说着卖不上钱, 故意伸开双臂, 给陈嫂看, 又特别抓着衣服和裤子抖了抖, 夏天的衣服薄, 也没口袋, 要是噎了什么抖一抖便掉下来了, 陈嫂皱眉眉动, 江婉看向了陈参谋, 示意她来尝, 陈参谋抓了筷子走到大锅前面, 掀开盖子看了看, 刚才就顾着掐架了, 一锅粥烧干了大半, 蝶有些糊了, 筷子随意抠起来一点糊糊, 塞进嘴里品尝, 而后摇了摇头, 没有盐, 陈嫂的脸色难看起来, 她有些尴尬的别开头看向别处, 陈参谋就感觉一张帘火辣辣的疼, 罢了, 都是误会, 乔营长抱歉, 我替我媳妇道歉了, 乔连成默了默, 指了指江婉你问她, 陈参谋不解, 乔连成解释道挨揍的是她, 被误会偷言的也是她, 所以道歉的话应该对她说, 是否原谅也应该问她, 陈参谋看向了江婉刚才, 江婉白手不用, 也不是你打的, 是你媳妇, 陈参谋很郁闷, 扭头看向了陈嫂, 陈嫂有些倔强, 却还是不得不咬牙, 说了一句对不起, 江婉道道歉就完了, 我平白挨了一顿揍, 你看看, 这胳膊还有脸都滑烂了, 要是毁容咋办, 陈嫂吃笑本来长得就够丑了, 还怕毁容, 江婉挑眉, 看向她我长得丑不丑, 害着你什么事了, 我吃你加米了, 还是睡你男人了, 陈嫂怒你个臭娘们, 江婉不示弱地道, 实话实说, 我丑是我的事, 我也没被人当枪使啊, 你想到江雪的所为, 陈嫂哑口无言了, 陈参谋头疼无比, 一般来说, 她替媳妇道歉了, 对方难道不该说, 没关系, 然后大方帝接受吗, 怎么到了熊娘们这里, 便变了套路啊, 那个, 这位同志, 她迟疑着开口, 江婉开口, 纠正我叫江婉, 请叫我江婉同志, 陈参谋无奈地改口好, 江婉同志, 你看这是怎么解决, 江婉想了想, 对我来说, 这次就是无妄之灾, 我也不要什么道歉了, 给点赔偿吧, 陈参谋愣着, 一边的乔连城, 有些羞涨, 抓着江婉的胳膊道, 都是误会, 算了, 我们先回去了, 然后扯着江婉回去了, 回到屋子里, 江婉气呼呼地甩开她挨, 乔连城你什么意思啊, 乔连城醋没到你, 准备要多少补偿, 就是一点误会, 你被打, 对方也没少挨你打, 你还要补偿, 江婉怒对, 难道我就活该挨打, 我屁都没做, 为啥就挨打了, 乔连城沉默, 江婉继续到我起初, 还以为你是向着我的, 现在看, 你也不是好东西, 乔连城无奈地道, 向着你, 我知道你今天被误会了, 很委屈, 只是, 如果你今天咄咄逼人的, 要补偿, 对方真的给了, 以后你和陈嫂就仇大了, 这大院里的人, 被你得罪了干净, 你好歹也要在这里待七个月, 若是我天天在还好, 如果我有事不在, 你连一个可以帮你的人都没有, 江婉, 不管我多不喜欢你, 但这七个月, 都要在这里的, 我希望你可以平安地度过七个月, 所以, 消停点, 尽量少数笛吧, 江婉沉默, 仔细想想, 乔连城说的, 也不是没道理, 顿了顿, 他有些委屈地道, 我其实也没打算狮子打开口, 我就是想要让他, 给我补偿点盐吧, 只要一点点就算过去了, 乔连城微愣, 因为按照原主的性子, 有这个机会, 他不狠要一次都算太仁慈, 哪里想到, 他居然只是想要一点盐吧, 如果知道, 他只有这么一点要求, 他是不会阻拦他的, 这一刻, 乔连城也意识到, 或许是, 他对江婉的偏见太深了, 乔连城的神色, 微微缓和了一些, 道对不起, 是我考虑不周, 我没想到, 你真的开火做饭了, 回头需要做饭的东西, 我都给你买回来, 不然, 你写一张单子, 需要什么都告诉我, 江婉沉默片刻, 无奈地点头硬了, 因为这场闹剧, 江婉在屋子里检查伤口, 没出门, 乔连城出去, 将那半锅糊粥弄回来, 吃了, 粥的味道也就那样, 什么调料都没有, 还有骨子串烟的糊味, 但是, 乔连城却面不改色地, 吃了好几碗, 将碗吃一点就有点受不了了, 这可不代表我的厨艺, 我原本打算, 做玉米面饼子, 可没有, 乔连城摇头无妨, 这样很好, 他是苦孩子出身, 在家里的时候, 即便这些都吃不到, 所以, 如今有的吃就很好了, 这边吃完饭, 陈参谋来了, 主动给送来了一小包盐和一把青菜, 今天的事, 的确是我们不对, 这些算是赔罪的, 小小心翼, 乔连城急忙到客气了, 都是误会, 虽然这样说着, 但是陈参谋送来的东西都收了, 看到人家的赔罪里, 江婉没开眼笑, 这还差不多, 别说给多给少, 好歹是个意思, 也代表一个态度, 乔连城没想到, 原本无比贪心的女人, 今天居然如此容易满足, 而且, 看着他那满足的笑容, 似乎也没有那么讨人厌了, 第二天中午, 乔连城拖回来一个大袋子, 打开, 里面是勺子, 真龙, 擀面杖和一些调料, 让江婉惊讶的是, 里面居然还有一小瓶的油, 看着黄黄的, 应该是大豆油, 要知道, 这会的油, 可是很难搞的, 一般人家都是用肥肉耗油, 瘦得踢下来煮熟了, 埋在酱缸里, 想吃的时候, 挖出来一块炒菜就行了, 像这种大豆油, 是需要票的, 即便有票, 也是限量供应, 你看看, 还缺什么布, 乔连城一边说, 一边拿出来江婉写的单子核对, 这样已经很好了, 江婉没开眼笑,